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台湾新聞界很糟糕 但是這個確實 我們台灣的新聞界的沉淪 跟多字化 娛樂化 總統畢聽 大家都想 而且畢品正在不斷 我們都知道說 過去三五年 台灣的媒體 台灣的newsology 被輕鬆的商人 背後有更巨大的政治因素 掌握了台灣相當多的媒體 這個通路 除了直接這個媒體通路之外 也利用各式各樣的制度性行銷 再左右我們新聞傳播 所以我們每天攀刊報紙 或者說看網站上面的新聞 即使有時候你很難去辨識出來 除非你是非常非常內行的人 很難辨識出來說 我們現在讀的到底是新聞 還是廣告 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問題 除了是結構性的 這種全球性的因素 當然一個更重要的因素 就是中國聯想 中國聯想 中國這個政治的插手 台灣的媒體界 使得台灣的媒體的公共性 更加的混亂跟賣賣 但是在這整個個子惡劣化的大環境當中 其實台灣的新聞界還是有不少人 包括不少年輕的工作者 其實很認真在做這個新聞工作 但是不一定每個人都有機會 可以出頭 或是他可能被壓著 或他可能就有機會去掌握他的才華和努力 那我們今天特別請來這位講者 李斯德 他就是在過去這十多年 當台灣的媒體走向沉沸的 這個加速度的沉沸方向 這個過程 他個人是不斷地向上 然後呢 他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值得注意 我們知道說 在將近三十年前、二十多年前 台灣有非常非常文苦的黨外雜誌 包括我們今天就有一位黨外人 好成輩的周水兄在這裡 他曾經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思想先行者 在二十多年前這個階段 許多黨外雜誌 那個文章 其實都是報社的記者來提供的 但是他們會用點名 會用講名 因為工作上的關係 他必須以常見深刻 所以我們當時看到 在做學生的時候 看到很多豐富的檔外的訊息 其實都是新聞工作者 在提供這些消息 那這樣現在的情況 經過到三十年之後 其實這樣的情況已經變化了 台灣不在黨外雜誌 台灣的雜誌界的發展 各位很清楚 其實不在像到三十年前 辦一種重要的一個 領導社會意向的一個角色 但是那個智德呢 智德很難等的 就是說 他除了在正式的媒體間工作之外 他現在工作的單位 是自由卡通電台 是一個國際媒體 國際媒體 他也用筆名叫李偉 經常寫評論文章 那經常我們看到 李偉的寫文章 是比智德寫文章更長 分析得更深入 因為不受到這個 滿面的限制 跟身分的限制 所以 我就 我會請各位注意一下說 李偉寫的 有關於台灣兩難 跟國際的寫文章 魏是曹智土的魏 他的魏就是曹智土在上面 魏南海岸的魏南 那 我在簡單介紹一下他的背景 智德最早是在聯合報當編輯 然後當政治組的記者 之後到蘇果之報的大陸新聞中心 那現在是我剛說的 在美國自由卡通電台 Free Asia的工作 那他做新聞記者已經十多年 十三年了 那他涵蓋的範圍 主要是台灣的政治 跟中台兩岸的新聞 然後他有一句話講的 讓我非常的觸動 他說 旁觀中國的變化 既是我的工作 又是我的興趣 不只這樣 更是我安生立命的土地 生死存亡之所幸 那既然有了這麼強大的動機 怎麼能不繼續旁觀下去 那我覺得這句話是 是把他的進的聲響 講得相當的透盛 那我們現在就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智德 謝謝建瑜大家介紹 然後我們謝謝建瑜 那這樣子就是說 剛剛建瑜提到說 在這個很多 就是媒體整個大黃金沈沦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人掙扎向上 那畢竟就讓我想到一個 很像話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在那個河裡面 網上有的那個想 那我希望下面 將來人家會出一間講的 那這樣子就是說 那個 雖然大家剛剛用掌聲歡迎智德 但是我還挺抱歉 就是說 讓大家一下就被他問候 這個 這照片 這照片當然不是我拍到他這個手勢 而是去年在那個記者國際組織裡面 他們發表了一個 在法國的那個記者國際組織裡面 他們做了一個廣告 那這個廣告裡面 就列出了五個這個世界上的獨裁者 就是 對於這個新聞檢查 最惡名昭章的獨裁者 那我們比較熟悉的就是這三位 那另外還有那個伊朗總統 一個偏僅的哪一個叫忘賢 那我們比較不熟悉就把他約過 那當然就中間這個最大的人 就是我們最清楚的人 那放那個照片 第一個他因為他有意思 那第二個就是說 也希望 因為他 我相信他是一天到來 不要問候我們 那我就 就在這地方放這個照片 然後跟大家分擔一下 請大家一起分擔一下我們的公佈 好 但是我們還是從這個 記者五國界的報告開始看 記者五國界 記者五國界 我知道在 在今年的7月19號 其實很近 發表了一篇文章 那這個文章的這個原文在 在那個 記者五國界的足跡也看得到 那中文的話 是美國基因展開的 他的文章 這個標準就叫做 不要拍不然大司 那事情是這樣 就是這句話 是從這個 湖南林武縣的警察 講出來的話 事件背景是 也許有人注意中國事件的話 就會記得說 前一陣子有一個 賣瓜的一個瓜農 賣西瓜的一個瓜農 被那個 城管 他們叫城管 其實就是 負責城市之區的警察 在取締他的過程當中 被他用的稱呼 打死 打死了之後 那當時就發生這個事情 城管打死一名 賣西瓜的農民 那湖南省 湖南省 經濟電視台的記者 叫做 會來桃根雷太 到現場採訪 遭到多名警察 以蹦棒毆打 他們的採訪 這回也被毀壞 同一天 好 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就在同一天 海南省台口市 雲子科技公司 也因為一次詐欺 然後有記者上面採訪 遭到職工毆打 當民主家維移記者 記者無國界組織的評論是 在中國最近一些 針對新聞記者的暴力行動 是由公安警察進行的 那他們本來應該維持法律 與保護記者採訪的自由 那這個是無國界記者 無國界記者 無國界記者組織發表的一篇文章 那另外一篇 另外一篇是在 今年的7月12號 中國的外籍記者協會 也就是所有派自在中國駐點的 這個外籍的記者 湖南組織的一個協會 在台灣也有這個協會 那在中國的話 湖南的書籍 就叫NCCC 那他們也會公布一個 在華年度報告 那這個年度報告 主要是透過問卷 就是對所有他的這個 會員的問卷 做出來一個統計 98%的受訪者認為 外國記者在中國的報告環境 沒有達到國際標準 70%的受訪者認為 中國的報告環境在惡化 或者跟距離一樣 就沒有面討 那只有三名受訪者 表示警方正在討論 然後他的結論是這樣 過去的一年 講的是2012年 過去的一年是中國政府 對外國媒體實施威脅 控制日益升級的一年 具體的事件包括以下 有些其實大家都很熟悉 譬如說 紐約時報報道 有文化寶家族的財產的事情 紐約時報和彭博新聞社 遭到中國政府報復 然後報復的方式是 紐約時報的中英文網站 在中國被封入 該報駐華記者 站長和記者不能得到 中國簽證 不讓你進去 彭博新聞社 在華的記者接替計畫 也因為簽證會議自民執行 然後法國 德國 英國 剛剛是有人提到 國外的中國印度 法國 德國 英國等國的知名媒體 也面臨中國政府的異常壓力 中國駐巴黎 柏林 倫敦使館 甚至直接向有關外國媒體 編輯施壓 然後具體的方法 此外 中國中央或地方政府 會有第一 威脅那些冒犯當局的 對外國記者的人身安全 第二 增加對外媒的網上騷擾 或對外國記者實施駭客攻擊 這個對台灣記者或香港記者 也都是家屬便飯 第三個 持續的限制記者 前往中國的藏民居住 就是西藏 講的是西藏 或者是 就所謂的藏區 那當然那個 新疆 維吾爾人居居的新疆 其實也是一樣 然後 然後 往他那邊 網上去採訪 或者是騷擾他們的消息來源 那第四個就是 因為他 外國的記者 住 住中國的記者 他本身是外國人 但有的時候中國政府 拿他沒有辦法的時候 就拿他們的助理 因為外國的記者 在中國多半個有助理 那這個助理會幫他 比如說安排行程 然後聯絡採訪 但是這些助理是中國的 所以 他會拿你這些中國助理來開套 因為這些中國助理 你是中國籍 那你沒有外國的示範 沒有外國政府的報復 你就很容易成為報復的對象 所以對外媒 在華記者的中國助理 實施更多 這個是去年的這個 那個 那個 FCCC的報告 那現象場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外國記者在中國碰到的主要的問題 是暴力威脅 那這個暴力威脅就是讓你 就是說暴力威脅的這個邏輯 是很簡單的 就是阻斷你跟這個被採訪 非常有關係 讓你根本得不到消息來源 或者是得到消息來源之後 去清算提供便利消息的人 那這個是 這個是暴力來源 這個是暴力 但是 但是我們台灣面臨的情境 其實跟西方媒體 並不太一樣的一點 比如說 中國面對台灣 面對台灣的記者 除了棍棒 還有胡蘿蔔 而且在最近這幾年 從2008年以來 用胡蘿蔔的情況 比棍棒要多得多 那這個是台灣記者 面臨跟西方媒體 比較大 而且基本的差別 那再來就是說 在藉著這個棒子跟胡蘿蔔 這個兩個交加密度的情況之下 所以就造成了 大家剛才其實不少人 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都提到了 就是說 台灣的這個中國新聞 在所有的主流媒體 包括電視台 或者包括報紙上面 這個新聞 這個偏食 就是吃東西的偏食 譬如是看到這個報紙的報憂 或者是有一些 非常特定的事件 在這個國際媒體上面 廣受關注的 而且在台灣的媒體上 往往 往往就看不到 譬如說我舉 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比較接近的例子 是譬如說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回頭去看 那個陳光誠 到台灣來的一段時間 就是電視的媒體 報導的情況 報導的頻率 那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 陳光誠來台灣的時候 譬如說 旺旺宗是中國時報 他 登的新聞 他還是登了 所以陳光誠來個 來個合天 他還是登了 那他登最大的是什麼時候 就是陳光誠說 台獨一經過時那一次 就是他把登到 登到300還是500 一個頭條 然後用什麼辦法來出 那當然 借此行為就是 會配一個特寶 然後 然後把平常修一個 這樣子 就是說 這種刻意的忽視 或者是選擇性的放大 那這種情況 其實在台灣的媒體 都非常非常的常見 那 如果說你完全身在其中 的話也許你並不 並不感覺到 但是現在 我們可以參考的 坐標越來越多 譬如說 同樣一件事件 因為現在其實 幾個主要的國外網站 譬如說BBC 那來自於 紐約時報實際上 都有 都有 那在同一個新聞裡面 你去看 BBC 或是美國基因 或者我們只有兩個電台 他怎麼樣去處理 那他用什麼樣的分量去處理 那 你對照回來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他在台灣 被 被 被 那 那 另外一個大家也許 知道也許不知道的例子 就是 中國有一個 非常著名的 也許人是 叫做 許志勇 許志勇從今年 4月12號開始 被 中國當局 激壓 就是 激壓之後 起訴 那前兩天還有一段 他在那個 拍手所裡面錄影 然後 呼籲中國的工具 運動要持續 前兩天還有這個錄影 被投到網上 但是這個新聞 就是說如果大家回去看 以這個中國時報聯合法為準的話 今天你回去看 這兩家報紙 對於 許志勇從 4月開始被抓 一直到今天為止 是隱私不見的 就是從來沒有這個新聞 但是你如果去看 譬如說 金融時報的中文 或者是BBC中文 或者是 乃次元紐約時報 那 那絕對都不是 直報一次 而且通常都是 長天府的報導 特別是對於一個 在中國來講 非常重要的 一個維權人士 好 那這個 這也是一個 你可以看出他 他反差的地方 那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這個 就跟打官司一樣 就是說我今天要去指責別人 你有自我檢查的問題 那其實並不容易 因為打官司就是這樣 這個 舉證所在 敗訴所在 那你要 特別是你要去證明一種心態 他可以告訴你說 這個 那我就是新聞自由 所以我覺得 比較好的做法 是 我們就從 正面的例子 來看 所以 我們現在看兩個 好 聯合晚報 聯合晚報 這一年來 這一兩年來的 聯合晚報 如果他比較仔細看 然後 對聯合報集 要有成見的話 聯合晚報 事實上是 兩大報集 這兩年來 最沒有 心中最沒有小的 這種色彩 第一家報集 那這當然跟主機使者有關係 那 這個是他們報集的 但是 你今天 比如說看聯合晚報 他在六四的當天 他是這樣報到 那 你看我們好久沒有看到 這個中式聯合 用這種天賦 在報到六四 應該是 所以六四的當天 聯合晚報 是用一轉二 然後 你什麼時候 看到黃丹燈這麼大鬼 那 這個是 所以就是說 我們用正面的例子 可以看到 這個 世代人為 第一個 世代人為 就是說聯合晚報 他就是這樣做了 那他這樣做 基於什麼東西 當然也是基於他們 有一種專業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回問 就是說 在 今天這個台灣 做新聞 大家的背景都差不多 要不就是在 沒有唸的書 要不然就是 政大新聞系 主大新聞系 文化新聞系 或是世新聞 大家的 工作經歷都差不多 大家的 教育學術都差不多 大概也都是 同一批老師 教出來的 那為什麼對於 同樣的新聞 會有這個 天差地的判斷 那我就 從這個地方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 直接證明什麼東西 但是 同樣的就是說 從那個裡面 這個中間有 非新聞因素的介入 那這個是我 我這個證明 證明它的方法 而這個非新聞因素 就恐怕不是 我們說的 所謂的新聞判斷當中 有這個人質物件 就恐怕不是用 人質物件 這四個字 就可以 遮掩過去 好 好 好 那接下來 其實同樣是這個例子 再來 好 那下一張 成光城 3月15號 就是聯合環報 最早 用頭版投票 披露成光城 要到台灣來 但是 這個一樣 就是說你一樣看得到 就是說我 放這一張 跟剛才這兩張的意思是一樣的 但是 有一點非常非常心酸的事情 這個事情在網路上的東西 你比較難 你比較難存下證據來 但是當天聯合環報出來之後 如果你立刻到聯合新聞網上去看的話 聯合新聞網是沒有這條新聞的 就是說 他 這講起來其實是非常心酸的 就是說 什麼時候 在報紙工作的邏輯裡面 頭版頭腰 獨家新聞 但是你卻不能上網 原因在哪裡 就是因為 網路是連接中國的 他還希望能夠在 這個 這個網路 就聯合報的 聯合新聞網站 在中國可以連接到 不要被 因為明感的 或是關鍵字的審查被擋下來 那所以 這個新聞 即使是頭版頭標 即使是獨家新聞 它是不上網 它是不上網 因為 在網路上 如果你被截斷了 那網路大家都知道 就是 連擊就是錢 就是 連擊率 就是你最重要的幾個來源 所以 一旦你被人為的遮斷 少了點擊率之後 那對你來講 是非常大的 一般經濟選擇 所以這場新聞 第一個我們肯定它 你很高興看到它 可以把情況做這麼大 然後你再到網上去看 你就會覺得這個 真是可外的悲哀 那在這個裡面 就是說我們剛剛 產到中國 對台灣式 這個棒子跟胡蘿蔔交錯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 介紹一下 但是我覺得 在談中國這一套 東西的困難的地方 在於說 我們幾乎沒有辦法 了解它的權貌 就是說今天 統戰這件事情 它究竟怎麼樣 操作 它延伸到哪幾個單位 哪些單位 有哪些專 就是他們叫項目 就是ITEM 就是有哪些專案在執行 我們事實上其實是不清楚的 所以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只能夠反推 就是說 由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 這幾個的現象 然後去反推 它是從哪些外套出來的 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還只能做這個事情 那唯一一個 唯一一次我們能夠看到 比較提剛切禮的 就是能夠大概描寫一個 它對外宣傳的全貌的 這個叫做 這是一個計畫叫做 大外宣計畫 大小的大 然後內外的外宣傳的全 大外宣計畫 來幫我們看一下 大外宣計畫 最早寫出來 2009年1月13號 香港南華早報 它的內容大概是這樣 中國中央政府 準備耗資450億人民幣 推動它的主要媒體向 國際扣章 以改善國家 在國際上的形象 大外宣計畫的第一步 是以擴大中央媒體的 海外業務為主 包括建立新媒體 增設辦事處 吸納外人才 這方面主要是 以或中國已經有的 對外宣傳的影視 包括新華社 中興社 好 那這個部分這樣子 就是說 能講到大外宣的時候 上次在那個 哲學信息的時候 我講過這個例子 聽過的人稍微再看一下 就是 對外 增設 對外 對外宣傳的例子 呃 比較鮮糊的一個例子 是 新華社的紐約辦事處 新華社的紐約辦事處 前年去 我一次跟一個同學講到 他本來 對紐約如果有概念的朋友 他本來在不可以 就是在一個 在一個 在一個比較 偏遠的一個地方 當然租金相對比較合理 比較便宜的一個地方 那在 大外宣計畫開始之後 他們得到大量的經費 於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他的辦公室 新華社的紐約站 從普魯克林搬到 時代廣場 另一棟大樓 另一棟樓 然後還有四面的落地床 然後可以看到 中央跟女人的情緒 就是 從這件事情 就可見 大外宣計畫 下台的情緒有多少 就是一件事情 好 大外宣計畫的情況是這樣 就是說 大外宣現在看到的 主要是 對國外的宣傳 譬如說 包括中國有一個 非常非常極右 就是完全訴求民主義的包子 叫做環球史報 那他其實後來開始發行一文版 發行一文版 然後找了非常多的外國人 去那邊接他工作 當然 一樣 提供的薪水是 絕對比中國現在的經濟實力 他可以提供業界更高的薪水 來做 那前一陣子 另外一個大外宣計畫 曾經被揭露的是一個加拿大 就是一個加拿大的記者 他曾經到新華社的這個加拿大站去工作 那去工作的時候 後來他就辭職 辭職了之後 他發表一通公開聲明 就是說 他就站出來揭露說 他在新華社加拿大站工作的時候 第一個 原本有多寫的新聞是 見不到奧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認為更嚴重的事情是 中國的記者他要寫兩種東西 第一種是公開的報導 第二種叫做內參 所謂的內參就是說 他是通過一個他們自己的途徑寫回去的 對這件事情個人的觀察或是分析 這個叫做內參就是內部參考 他們要寫這個內部參考 那這個新華社 這個加拿大的記者 後來為什麼從新華社加拿大站離職 就是因為他們不斷的要求他去搜集 加拿大法輪功學員的公開 然後 都不寫報導 都是寫內參 完全不是寫內參 然後包括要求他去搜集 這個加拿大政府對於這個法輪功的政策 然後一樣 那你要我寫報導嗎 那不是 不寫報導 就是要寫文學 因此他開始覺得說 他的工作的角色是非常不同的 後來他就離開 離開以後就站出來 那這個是少數的幾個曾經在裡面工作 然後被揭露出來的 那另外就是說還有一些 譬如說他講說 設立新媒體 設立新媒體也曾經發生過一些好笑的事情 就是說在去今年的這個兩會 就是中國的大政協開會的時候 那這個新媒體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他過了一些這個 這個閉眼睛發的 我看起來就是外國人 那這個外國人 於是你在這個 中國的這個新聞發表會上 這個發佈會上 你就點他發言 那點他發言 這不明就裡的人覺得 他是中國好開明 都可以讓外國記者疑問 但是當你去查他的背景 你就會發現 他是在大外院計畫裡面 攝影出來的電台 那所以他其實是 講英文的 就是一個不叫做新華社的新華社 事實上用中共的數據講 他們仍然是喉舌 就他們 就在大陸 在大陸 在中國 記者不是人 這是他們自己講的 記者不是人 那是器官 因為你是打個喉舌 就你只是人體的一部分 那 所以他有一次就是在一個這個 新聞發佈會上面 新聞發佈會上面 然後他就點一個 點一個這個 藍眼睛黃頭髮女孩子 給他發問 因為大家都想要發言 然後後來就很多人舉手 然後那個主持人就說 做事看一看 然後就點他 好就是你 結果在他準備要站起來的時候 後面就突然有人 爆出一聲康聽說 他根本沒有舉手 就你點的是一個沒有舉手 那樣子 就是他 他完全就是安排好的 那 完全就是要擺出那個樣子 但是事實上沒有那個實質 那大外院計畫我們現在看到 究竟有沒有這樣的計畫 進到台灣來 我到目前為止是沒有證據的 但是 從裡面幾個項目 譬如說 新華社準備要在台灣設定 那這些事情大陸 現在比台灣市政壓力非常的大 然後或者是 建立新媒體 我們也看到 就是說如果你在網路上有 有那個 如果你去看網路的話 你去看那些叫做中國理論新聞 中庭 我們現在叫做中庭社 你去看到中庭社 這個也是在08年之後 設立的一個網路 那我們後面還會講到這一家 那就憑這些東西看出來 就是說 台灣的部分 是不是在大外宣的這個專項底下 還是說它基於同一個旅邊 另外從台灣這邊設立一個項目 然後讓它專門做對台灣的工作 這個部分 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畢不太清楚 但是現象上 我們看得出來 其實有很多部分是很非子的 那如果 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如果我們整理 所有現在看到的現象的話 我自己大致歸納成 中國對台灣媒體的操控 可以分成幾種態量 第一個 直接出資購買有償新聞 就是剛剛建林講的這個 這個資務性行銷 第一 第二個 配合統戰活動 製作的專題節目 第三個 第三個我叫 我把它稱作合拍片陷阱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解釋 大家就先 先了解 大概我的分類是真的 那第一個就是 這是資務性行銷 那資務性行銷 上次其實在那個 那個 使者運氣五那一場 大家談論比較多 那我 比較快的介紹一下 因為這個部分 實際上大家其實還蠻熟悉的 比如說 即使你在平常看報 看電視的時候 沒有特別去注意它 但是 我們這邊稍微提示一下 有很多時候大家就會 訪問大陸 中國各地的首長 這個在馬英九 第一任的時候特別明顯 從08年到12年 有大量的這種東西 就你去翻報紙 當時的報紙 隨便都有 中國各地的首長 副首長或者是書記 副書記 到台灣來訪問的時候 常常見到台灣媒體 配合一專題報道 為該省市刊登招商廣告 例如 例如中國時報在 2010年9月13日17日 刊登了西安陝西的專題報道 聯合報也在8月3號 也是10年 8月3號8號刊登湖南的專題報道 這個報告是2010年11月監察委員 吳豐山提出來的報告 那這個是唯一的一次 我們看到了 載明在公文書當中的 中國在對台灣做自由性行銷的 但是在我們同業當中知道的 事實上更多更多 那只是因為 當時因為有 有這個承辦單位的人 有一點不小心 把一份合約或是一個證據 漏出來 漏出來之後 回來輾轉到吳豐山手上 那吳豐山委就發動了一個 發動了一個調查 那調查之後 對這個陸委會提出的糾正案 那這個是足以證明 當時的那個狀況 好 吳豐山在報告當中 引用一份意外流出來 由中時文化傳媒這個公司 和聯合報負責人簽訂的契約 然後吳豐山當時 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觀望中時集團 設在中國北京的公司 專門招攬中國官方的廣告業務 再轉包給國內其他媒體 這份中時與聯合的契約就在明 付款方式以匯款方式支付 足以證明有對家關係 就是說你登出來的新聞 跟這個要求的 跟這個買家是有對家的關係的 涉嫌以金錢購買新聞 進行制度性行銷 就是所謂的有長新聞 那這也是吳豐山的報告裡面 明確提到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操作方法 大致上是加 就是說 觀望中時在北京社的公司 它比較像是 那個操作方法 比較像是一個公關公司 就是說它是大包 也就是說 今天譬如說 甲子取得利 譬如說我知道陝西省什麼這樣 或是陝西省委書提到台灣來了 那我知道這個風箏之後 我就去跟他談一個整體行銷案 那這個整體行銷案 當然包括報紙上的有長新聞的宣傳 包括電視 然後包括你要在台灣辦活動 那我需要有人幫你這個租借場地啊 然後找本地的公關公司辦點小活動啊 然後 就是這個整體的 都有這個 這個 這個 望望中時在北京社的公司承包 承包了之後 他再往下發 就譬如說 報紙 這個 報紙 報面上的有長新聞 也許呢 這個轉發給經濟日報多少 中國時報多少 網報多少 那 所以吳東山拿到的合約 就是他們轉包了之後 簽給聯合報的這個合約 就是裡面就是規定說 今天在幾月幾號 幾月幾號 然後見報多少次 然後見報多少次 多少錢 他拿到的合約是這個 那 所以就是說今天 光光公司包了之後 不是只有他 因為譬如說電視的部分 那他肯定也包給公升 也包給年代 包給什麼 就包給桌上 所以它是一個大包 那目前的運作方式 還是這樣 沒有太多改變 那我們現在看幾個例子 這是最近的例子 經典的海峽論壇 中國交通不發展兩岸資論 這個是在聯合報 所以在一個版面上 除了陸關原賣高球卡 另外兩篇都是廣告 那陸關原賣高球卡 肯定不會是他的廣告 但是你看到他的做法就是 就是混在裡頭 就是混在裡頭 這是一個例子 再來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蘇籤 他們到 那個江蘇 江蘇吧 到台灣來的時候 也是 就是說 這樣 這一類的東西一定是 就是非常明顯 就是當地就是 就是 善命順袖 鳥雲發下 書記英靈 然後適合走資 大概就是這種東西 都是這種東西 好 接下來 中文字報 同一天 剛剛那個是 剛剛那個是聯合 這個是中文字 同一天 那這篇的大小 大概在 在他的左下角 大概 大概十二分之一的位置差不多 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片子 那在那個網站上 如果你去搜查 搜尋那個魅力城市 就是很有 那個男人裡面很有魅力 魅力城市 在旺旺中史底下 掛魅力城市的案子 基本上 不是基本上 掛魅力城市的案子 都是有償新聞 都是有償新聞 那這個你在網站上就可以 網站上就可以看到 那他會 現在是這樣 他會比較 零星的散在報紙上 就是說以前是 整版整版的買 但是整版整版 整版整版的買 就 就 就被招來太多的關注 包括若瑋瑞的關注 或我們這些人的關注 或你們這些人的關注 所以他現在就是把它 他現在會把它打散 他現在會把它打散 那也確實 很多時候你是看不出來的 因為在 在有些城市 譬如說我介紹個旅遊 我介紹個吃喝玩樂 我介紹個這個 我就訪問一下當地的書記 談一下這個 他這個省裡面 他這個地方 這個招商引資的策略 政策 那這個部分事實上 你不怎麼看得出來 但是 總得起來 他都會匯嫌到某一個 某一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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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入性行銷的這個 凹凹裡面去 那這個目前的做法 是這樣的 好 那這是第一種 就是購買這個 置入性行銷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 幫忙 幫忙 幫忙給你們看一下 在這裏 你給他一個忠誠 我來自從 London 我來自從London 我來自從London 我來自從London的 Maju Temple 中國人們 送到他們的祝福 到全世界 到全世界 遇到海 他們把祝福的革命 我來自從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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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Maju Holy light of Maju Cross over the world Blessing Europe And lights up in unison Ma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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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電視高畫質頻道的 Ma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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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jhu Ma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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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縣廣播衛視集團合作 在每年的媽祖要起校的前一天晚上 就會來一個這樣的晚會 這樣的晚會幾乎年年都有 除了台中以外 有的時候在新竹也會辦 除了辦這個晚會的同時 他會在台灣透過不同的頻道 有線、無線、公路電視、地方台 會有許多的頻道直播這個晚會 那很多人其實 有太多人去注意到他 但是他事實上已經做了好多年了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這邊 因為剛剛是 剛剛是讓他笑一下 對 下次第二個 八族文化經過了千年的歲月 現在已經成為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最重要的成功本 並且已經成為了連接海內外的華語 最重要的成功本 並且已經成為了連接海內外的華語 满足夸 是 好 大家听一下这个歌 大海的经历 好 停一下 下一个 好 停一下 那个记一下这个名字 作词的人叫做书展 就是书展 好 继续 等一下还有 请你再听一下 好 这个地方 我后面剪这一段 希望让大家看一下工作人员 反正后面标台湾的就是台湾人 那你大概感受一下那个问题 那不标台湾的就是中国方人 好 停一下 好 停一下 好 停一下 好 这一次 书展这个名字又出现了 然后主办单位 中华广播领事交流协会 中国广电总局外围 广电总局外围的协会 中华文化联谊会 中国文化部的外围 往下福建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那福建嘛 福建省对台广播协会 也是对啊 接下来才是 就我们中华民国台中市政府 好 继续 好 所以就是说我让大家看 看这些东西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 最后那个工作人员的名单 台湾跟大陆的比例 大概有个印象 那这个东西其实 因为都不常有 就是看有兴趣的话 你就用那个Masic光去搜寻 其实都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全场 一定都会很长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就 我讲 特别提到话 话语权的问题就是说 今天第一个 你从这个里面 可以看到 他主办单位的排序 然后到底是谁在 主导这场晚会 那我请 好 那 2012年的晚会 他转播的情况是这样 直接参与的台湾电视台有八家 一共使用九个频道 里面包括了 无线电视 有线电视 网路电视 还有地方电视台 他是玩 是完全涵盖的 那类似这样子 就接受这样的转播 一般来讲 就 这些一定可以谈到 一般来讲 你在播的时候 事实上都会得到一笔费用 就是都会有一笔费用 让你来转播这个 对 那刚才为什么 特别要 要大家看书展 书展这个人 他当时是这个 2002年 他今年才刚下台 他当时是福广集团的 福广集团的董事长 等于是最高的一个负责人 那这个人的来历是什么呢 他是 他曾经做过这个 南京军区的 就我们来讲的 政战主任 就是他是南京军区的 政战主任 然后 退下来 退下来之后 进到福广集团去工作 所以你就 特别感觉到 这个中间的 特别感觉到 这个中间的那种 违和的感觉 或者是很荒谬 和冲突的感觉 因为他在做 南京军区 这个政战主任的时候 刚好就是 9596年对台湾的时候 就在9596年的时候 他在南京军区 对台湾是 台湾很沙头 然后到了这个 下来之后 他就 进到福广集团去 然后 然后写了一首 这个 妈祖的主题曲 然后 从06年开始 这个传唱到今天 每次结束 你刚刚听到吴忠恬讲 我们每年都要缠 每年都要缠 然后 那所以 我觉得 在这种关系里面 这种关系里面 你现在可以提鼻青的就是 那一头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 几个中央的单位 这个指导下来 然后实际上 实际上执行的是 这个福建省的 防疫实行法 然后在台湾这边呢 跟他对接的 在民进党的时代 是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政府 当然 大甲正南医药房 这个是 这个是肯定都用的 就是 就严调的色彩 大家其实也很清楚 那 这中间最大的转变就是 台中市政府的 中央政府的态度 在06年的时候 民进党是 第一个 当时的原则是 这样的节目 绝对不能在台湾直播 绝对不能直播 但是后来还是脱跑 这件事后来怎么解决 我也不晓得 但是当时的确有NCC 有陆有会的人 到现场去 到现场去 然后监控着他 就 就如同那个 像今年那个 中科法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监控他 希望他 你事后要怎样播 那是你的事 但是绝对不能 及时的 联合这么多家 通知在台湾直播 那当时还对他 有一些行政管制 那 到了08年之后 当然 你可想像这个管制 就取消了 那取消之后 就取消还不大急 就是说 当然第一个让他这个 随便的进来 然后随便的在台湾结合 然后任意的播出 这个都没有问题 然后在现场 今年我们不到现场 没有放那个照片 在现场 这个晚会 事实上今年得到了 得到了内政部 交通过 还有哪两个 台中市政府 还有哪一个单位的赞助 就是他今年他还拿了赞助 也就是说 今天整个政府 是拿我们的钱去赞助这个晚会 然后让被害来平战 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 就蒋凯特是这样 悲哀的情况 然后 除了四家以外 当然还有文化部 赞助的还有文化部 那另外挂名赞助的 文营单位 还有台湾电力公司 就一个店这么贵 然后他赚了一个钱 去赞助他 然后中国十个公司 中法电信 这三家 就四个政府单位 然后三个文营事业 都赞助了这个晚会 赞助了2013年的晚会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就是公共电视的建议 就公共电视在 你刚刚看到 从2012年开始 他 他在这个公共电视高塔直到去播出 那 但是 到了今年 他本来 据说本来还是要继续做的时候 后来内部遭到了一些阻力 那这个阻力来自于公共电视内部 提出了公司法的问题 因为公司法里面有明文规定 公共电视的节目 不可以为特定的宗教和政治宣传 那这起来是特定的宗教 后来就用这个方法把它打下来 把它打下来 但是公共电视今年跟他们合作的方法是 一样出了那个高化质转播车 就公共电视的这个高化质转播车 今年是在现场的 然后转播的时候 讯号圈就分出来 给这个其他的这个转播们一起使用 那 那这个是公司纪念的做法 所以这个 公司董事长 公司董事长 矿箱下的经典还是 还是做在第一眼 然后最后的那个 今年或者去看今年这个转播的话 公共电视台还是列在这个合作单位里面 合作单位里面 那这个是公共电视台的部分 那 另外这中间还有一些 我们看得到的这个疑似的这个离交换的关系 就是 这个是2012 前一年 2011年 2011年在新竹一样 办了一个 马祖之光的大会 那当时大家看到主持人 就两个台湾人 一个中国人 那中国人就永远是那个造纳 那台湾人的部分 有一个人叫做徐爱欣 庄人徐 然后就是爱欣的那个爱欣 那这个人是什么人 去旷乡下的女人 旷乡下的女人 然后同一时间 徐爱欣在浮广集团底下有一个节目 叫做敏台旺旺旺旺旺旺 就一听就知道这是什么节目 福建跟台湾 然后旺旺然后游览 就是这种女流的节目 所以这人跟人中间的关系 似乎就形成了一种不易交换 然后2011年 徐爱欣就她女儿 在浮广的节目 再包括这个里面露出 露出之后 2012年 公共电视开始加工转播 然后13年开始入联谈 那这个也是我们目前看到的现象 是这个样子 那公共电视会是什么重要 然后后面会再停一下 然后 好那 接下来 第三种 这个是配合同战活动办的照播 第三种 核拍面陷阱 好来 一样先看一下 福建道 这是这个例 回问一下剪比较长 阿就死了 阿就死了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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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你怎么回事 不用怕 大家看见 你去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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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希望 和彩虹 我希望 感到你 都给你了 那你让 你们来 都不想到 我 还是要 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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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要 我想要 你 我想要 想要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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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只要我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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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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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来的事 我猜 互実 Bever Bro ys 压mor 好 那個 回路一下這電影來下一張 對不起,要麻煩大家再看一看 好 就這一段 忍耐 Mond 再看一看 正可言 unter上去 看著我一眼 凡천的微 боль 微στε會變化 放心,以後我們該離開 檢查快到了 坐下坐下到 其實我很能幹 是趁個不適合的 郭先生怎麼好 郭先生,我們查到你是非常惡霖 現在有努力 快走 好,結束了 宋芬姐哪裏有不一樣 就是結尾不一樣 你看到結尾其實非常不錯 就是說在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內地 就是你在中國播映的時候 你必須行這個答案 那如果你到 就是說我們前面看到這個是正常的 無間道理解決 大家都知道 但是 除非你到中國去買盜版光粒 可能你不容易看到內地 那還挺珍貴的 就 當然我先聲明就是說 無間道理解決 它完全是個港產的電影 它是個港產的電影 但是即使是港產的電影 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很說明問題的一個 的一組對照 因為如果真正是不拍片的話 它會從一開始設計劇情 角色的時候 就完全去遷就這個中國大陸 它不會去出現像這個 這麼好看的電影 但是出現了一個很恐怖的結局 的這種版本 那所以我覺得它其實很說明問題 那我們用這個東西來說 就是所謂的不拍片的陷阱 那這個陷阱存在哪裡 存在在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裡面 那對於創作者這個創作意念的扭曲 以及你為了要去遷就這個市場 你必須要扭曲這個原本的創作 你即使像無間道這麼好的 這麼好的陸進 那後來都拿到好萊塢去 又重拍了 但是為了到中國市場去 你還是必須要做這種改變 做這種改變 所以覺得 嗯 好 那這個東西 就是說 它 進中國大陸 香港的電影進中國大陸 跟台灣是有一個政策背景的 2004年 香港跟這個中國前SEPA 更緊密經貿合作安排 就類似台灣的這個EPA 像這樣的一個協議 那讓中港核拍片享受以下的優 享受這樣的優惠 例如說香港跟這個中國大陸內地的核拍電影 可以在中國境內享有國產片的待遇 也就是沒有配合的限制 就以前你們只能進 只能進時不時無故 然後大家抽签決定 但現在的話就不抽签了 就直接 如果你是核拍片 就可以直接到中國去演 那這個核拍片 核拍電影和香港電影的這個 越有越版可以在廣東地區裡面 但是結局 就還必須是這個結局 不能是原來的那個 那個壞人都沒有人發現 然後他還繼續當個警察 就絕對不可以是這種結局 那再來就是說 香港商人可以在中國 投資建設電影院 那這個是SEPA 就是更緊密經貿合作安排裡面 中國相對於這個面向香港的開放 那像這樣的趨勢 造成的結果就是 大量的這個香港電影裡面 所有的核拍片 不斷的出現 那最近有一波 如果他比較喜歡看香港電影的話 有一波最大的反動就是 導演 比如導演去拍一部電影 叫做藝術喜劇 然後去諷刺所有內地出 你為了要去爭取內地的資金 然後你就要去做出 非常非常不堪的事情 給他吃飯 給他幹什麼 那他總的 就是那個片子 整個要顛覆的環境 就是現在香港的這個 所謂的核拍片趨勢 所以就會有人總結 從2004年以來 香港電影的情況 這個人叫盧仙雅 這篇文章 投入在本土的舞蹈上 那你現在到香港 有一個網路媒體 叫做主場新聞 就是主場客廠 打棒球主場客廠 主場新聞 可以找到這篇文章 所以大部分 這個片名是 這個標題是我取得 它反正不是這個標題 所以大部分的核拍片 指的是中國跟香港的核拍片 背景要不是民主武打 比如說葉問 十月圍城 就是現代愛情的危險關係 反正重要的是 不痛不癢 眾事物疑 就什麼 什麼事都不要管 這種先天性的取材 閹割限制 無疑造就了政治正確 及偏向內地可畏的西種 不過 既可符合強國 就香港人叫中國 就叫強國 負責 都可以符合強國的遊戲規則 又能大鑽人載的運幣 又可以大鑽人輸的運幣 何樂不為 而什麼本土 道地的考量 只怕是多此一舉 這個是 疑點文章裡面 做出來的註解 那就作為剛才那個 那個 那個無間大黨的兩段 以及 2004年 就是所謂的核開運趨勢 逐漸成形之後 的一個 總結的主角 好 那台灣的情況 台灣的情況 台灣的情況也是一樣 台灣的情況也是一樣 制度性的安排是這樣子 2010年 兩岸簽署 就是EKFA 在EKFA的早收清單裡面 關於電影的部分 是這個樣子 中國電影 承諾向台灣開放市場 只要台灣廠商出資超過50%的電影 就可以無限制的進入中國市場 不受到外片配額的限制 這同樣跟香港的那段愛 完全一樣 是一個強大的吸力 是一個強大的吸力 於是我們就會看到這種電影 就是花樣 有前陣子的花樣 有前陣子的花樣 那很多人 就說花樣這個電影 有一種認為它失敗或者是 的原因在於說 因為 蛋白是牽涉到歷史 蛋白是牽涉到政治 你就必須要把那個脈絡脫掉 就是成為一個脫脈絡的電影 就是這個電影去看了之後 它是沒有時間 就是你知道它是個古裝器 但是確實發生在什麼時間 不知道 確實發生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它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 有著俊蘭媒服的格列佛遊記 它是一個類似格列佛遊記 這樣的電影 那 原因在哪裡 原因就是一旦這裡面 有確實的歷史 有確實的歷史因素 有確實的地理因素之後 你在審查的時候就會遭到 就會格外地遭到困難 那這個是 這個是一旦 游泰業的這個市場成形之後 你 這個強大的奇異就會讓你走 走上這條路 或者是走上下一條路 這更慘 那個 那這個電影 多亂就不要講 但是它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地理 就是 就是溫家寶在當總理的時候 有段的提到兩岸都各有一段 復生三軍 都為什麼把它拼在一起 那這個時候 那就會有這個基金會 連忙的去辦一個展覽 讓它拼在一起 然後同樣也就會有 就會有重點 跑出來 那這個大陸網友對它的評論就是 沒有 它不是慘 它是寫爛的 就是沒有更爛的 就只有最爛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數字 這個是文化部 就在立法院臨時會的時候 立法院臨時會的時候 曾經辦了一個關於服務貿易的 一個公聽會 那文化部提供了一個這樣的資料 從2012年12月 就是EFRA的早收清單生效以後 到2012年12月的兩年中間 台灣有21部電影在大陸演出 票房的收入差不多是31台幣 這21部電影裡面的收益裡面 其中有7% 就超過4分之3是核拍片 就台灣跟中國的核拍片 那另外大概只有4分之1不到 是非核拍片 那坦白講就是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非核拍片的這個票房 在這個時間段裡面 事實上是高的 我說這個高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記得就是這裡面 曾經出現過一些在中國大陸 意外爆紅的電影 譬如說那一年我們一起追那個舞台 那你可想像就是說 那個電影是把這個部分的數字 就是把這個4分之1的這個數字 重高了 如果沒有那個爆紅的電影 就回到一個一般的狀態的話 那你可想像 它連這個4分之3跟4分之1的VP 都不能維持 這裡一定是更高 而下面非核拍片一定是更低的 所以不過兩年中間 你就已經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核拍片陷阱的強大的吸力 那這個這個數字是這樣 那 就這個數字另外 我在 我在向一些業者請教過以後 就是我訪問了一兩個業者 就是說我到底怎麼理解這個數字 那整理出來的情況是這樣 就是說 即使大陸是不限配合的向台灣開放 就是說你是非核拍片 事實上在F8底下 你也可以自由的進到中國市場去 就是說 就進入中國的市場 表面上看起來是一樣的 但是 核拍片享有這個 在 就非關最英俗上面的優勢 譬如說 你要 你要 你要安排港旗 然後你要安排院線 那這些東西 事實上 都在大陸的這個 既得利益的這個 這個電影 電影學的人的手上 那你要 能夠排除這些 這樣來 最好的方式就是 跟他們合作 由他們幫你安排港旗 由他們幫你爭取院線 那 在那個封閉的市場裡面 你能夠爭取到同路 那就是 為了保證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想要進到中國 那你就 越來越會去走向這個 核拍片的模式 但是相對於你要付出的代價就是 從你在寫劇本 從你在選角色 從你在拍攝 從你在製作的過程 這一路 你都必須要把中國的這個審查的標準 放在上面 好 那這個是 這個是核拍片的情況 所以核拍片的陷阱 不光是核拍片 而是我們看到了兩岸 藉著制度化的對接 所形成的一個 對產業鏈的一個 脫 對這個產業 形成的一個脫代的影響 就是說在EFA草州新單裡面 它揮曼的電影 在現在傳出來這個 呼茂液的一個草案裡面 我們看到它規範的 這個出版當然不是直接出版 就是它是印刷 但是這個 好 老命先生講了很多次 它事實上是聯繫到出來的 然後文化 然後媒體 將來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媒體 開放物資入伍 然後接下來還有文化交流協議 如果跟裡面 也牽涉到產業的對接的話 那它要規範自己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 電影不光是電影 而是 藉著 形成一個 形成一個兩岸協議 然後去整個架構出一個 可以籠罩你的這個 美主文化行業的一個 的一個 的一個限制 就是中國市場所給你的一個限制 那這個是我所認為的 這個隔開邊陷阱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 好 那我們怎麼看待 怎麼看待這個 怎麼看待這個趨勢 那 就剛才在那個 自我 很多人在自我介紹的時候 就會談到 怎麼辦 怎麼辦 就我們究竟有沒有辦法去 去抵禦這件事情 那我認為其實是 是有 但是 其實還挺 但是並不太有 很容易 因為 在 談防禦機制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 首先就碰到一個質疑 就是說 那今天你們 這些人 你們不是號稱是 這個自由主義者嗎 那自由主義者 為什麼要呼喊政府 出來使用公權力 來 來干涉給你的創作 或者是干涉 這個新聞的 新聞的採訪 那這個中間是一個 看詞矛盾的一個 一個 一個情境 所以我們就要先跟 這種立場 對話 好 張宏志 在 這一段 對服務貿易的質疑 或是反對裡面 那張宏志 是比較 其實這些人 站在其中一列的 還有一篇文章 是這樣談的 它是贊成 完全開放的 即使是大陸的出版店 要進入台灣 台灣也不見得要擔心 因為開放者 都會勝過 立法者 這是他的信念 言論自由的地方 都會勝過思想管制的地方 台灣是 如果能夠變成 中文世界最開放 最自由的地方 我們就會是中文世界 最重要的出版中心 那這個是 是他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那 事實上 我們在這個 國民黨政府的 引導這個主權力裡面 其實我們也不斷不斷的 聽到這種說法 所以我們就 也許首先要 跟這樣的對話 跟這樣的想法對話 那 我的想法是 我認為這樣 我認為這樣 我認為這種 就他認識問題的方法 是值得上去的 因為第一個 就是說在 在一般的觀念裡面 開放者都會勝過立法者 這是非常古典的 這個自由 自由方面的觀念 就認為說 就認為說 這個 在 在 好 他們都會 都會這樣相信 但是這樣的 這樣的說法 之所以成立 事實上是有前提的 也就是說 在兩個 原本組合的市場裡面 當你 開放的 當你把它 對接起來以後 如果兩個市場 都是開放的市場 要素 就中間的生產要素 可以彼此的自由流動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似乎可以相信 它是 可以促成兩邊各自的進步 就像是 譬如說 那個蕭萬常副總統 在 在那個報上寫的文章 去那個麥當勞的那個例子 就是說台灣這個小吃店 本來這個又髒又亂 然後不衛生 然後麥當勞進來的時候 很多人很擔心 但是後來發現 大家看到了麥當勞 以後覺得 哇他為什麼成功呢 因為他出裝好乾淨 他這個服務都很規範 於是台灣就學了他 學了他之後 你看現在就 他也變得很好 也變得很好 那這個是他們的信念 也是一種那個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現在 面臨的景點 並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 特別是在文化創作 或者是 在這個領域裡面 我們面臨的是一個 很大 但是封閉的體系 那台灣是很小 而開放的體系 對接起來以後 它的要素可以過來 而我們的要素不能過去 所以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 根本不是 開放者對生活必俗者的問題 而是 當你對接了以後 事實上要素是不能留同的 所以根本不存在 這個古典的自由放任 你想像的那個情境 那今天你 你 所以我認為 他認識問題的方式是怎麼對的 就是說你拿那個東西 作為比喻 然後講說我們台灣應該要開放 但是我們面臨的環境 根本跟你講的潛力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我對問題的認識的方法 所以我比較不認為這個方法是可以接受的 再更何況來說 就是說 但凡是一種試念 開放者會認為 會生活必俗者 我怎麼檢查這件事情 但是人類社會裡面 我只能從經驗來檢查 這就跟我去辦廟寮 就算廟寧不寧 就是我許願以後 它實不實現 我才知道它寧不寧好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說哪怕是 中國跟中邊故障 譬如說香港跟中國的對接 它對接的比我們更早 那 在對接了這麼多年之後 請問 香港有改變中國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現場看到的情況 可能香港是越來越糟的 就是說被中國改變的越來越多 所以在前提不對 在沒有歷史經驗證實的情況之下 你如何讓我相信 在台灣跟中國對接的情境裡面 開放者都會勝過必俗者 那這個是你無法說服的 這個是我對這個事情的想法 那我實在不知道它這麼樂觀 是所謂何來 那我覺得再來就是說 你看它這個裡面 其實是 它的修辭其實是非常冷戰的 就開放者會勝過必俗者 這個自由思想都會勝過言論管制 這個調能是類似軍歌的調能 就是我們唱軍歌的時候 我們就永遠告訴我們 我們是真理 我們是勝利 我們一定怎麼樣 但是你使用這麼冷戰的手指 事實上表示 張文治先生你也意識到 這是一個接近戰爭的環境 這是一個腦力戰爭的一個環境 那在戰爭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思考的是說 難道我們就可以這麼樂觀的 坐在那邊等敵人垮臺嗎 軍歌都不是這樣常遇 敵人不會自己垮臺 軍歌是這樣常遇 那我們的社會是什麼 就如果要脫長 如果我們相信說 這個開放者會勝過必俗者 在脫長的情況下會發生的話 那我們手頭上有沒有足夠的工具讓它脫長 就是說讓它脫長 也就是說今天 等到我們改變它的部分 產生效果了之後 然後抵消到它改變我們的部分 因為它改變我們快 但是我們改變它慢 那在我們慢它們快的情況下 我覺得合一的策略應該是 想辦法盡量的脫長 盡量的脫長 然後並且自己要有一些公式的作為 那這個公式的作為就是 那這個關係其實好命先生說的比我更清楚 有信心與勇氣迎戰外敵 更有警覺不要門戶洞開天險近側 應該是必行不悲得來的同一件事情 因手之險不守 應該架的防禦工資不架 卻只強調自己有接戰的勇氣和努力 就是 智責出不去 所以這種想法是個聰明的 那它寫得非常的簡潔 那我完成任何這個想法 那接下來在談防禦的時候 我們自己做一點小小的提醒 就是一個前提 就是第一個 不要練 就是不要去 揣測任何人的動機 我都假設你是真心講心理說的話 我不去揣測你有其他的動機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涉及任何的防禦機器的時候 千萬不要去做言論檢查 那這個是我提醒了你自己的前提 好 防禦的手段 那防禦的手段我認為 第一個我認為最重要的事實上是 記者專業人民的重建 就是說剛才很多人在談的時候 都談到了台灣記者 正這裡的記者 包括了什麼新聞機構 然後到這個 負責新聞操盤的這些高階新聞主管 然後到中階的主管 然後到第一線的記者 因為我接下來要談 接下來會談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後面我們 在此之前 我們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都在談媒體壟斷 都在談反壟斷 也就是利用政府 商業性的這個 反壟斷的這個機制 去處理這個 聯論壟斷的問題 那這樣 這個工具可用 而且事實上 經過這麼多的討論 然後抗爭 然後到最後化為 立法行動 雖然立法還沒有通過 但是我覺得那個部分 實際上很成熟的 但是 我想要提出一點 就是說 這個機制 如果中國真的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的 有那樣的野心的話 反壟斷機制是可以繞開的 就是說今天我買一家很大 然後你們覺得很恐怖 那我就買三家 然後我每一家都 我彼此不結盟 然後我彼此 我看起來是不同的三家公司 但是事實上是 收在很輕的 所以我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繞開 去繞開你這個 反壟斷的機制 那當你的反壟斷機制被 繞開的時候 那事實上 你最後一條防線 應該就是 汽車專業人物重建 那這裏面大家都會想到 想到黃哲冰 但黃哲冰是一個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 比較極端的例子 就是他有家裡 還有太太想要養 然後就整個丟入管 然後就出來到武昌棋 但是我覺得 我們不然不用做到他那個地步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 必須要不斷的提出來 譬如說在記者協會 台灣機械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或者是在你說出的工會 譬如說前一陣子 《蘋果日報》要被收購的時候 他們裡面就談 那個編輯師公約 編輯師公約裡面 它就明文地提到 制度性行銷的問題 就是老闆 你不能搞這個東西 不能在這裡面有這個 那有的話 你必須要明確地標示這樣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還是有一些專業的場域 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而且 除非我們這些新聞能夠做 我們這個專業團體裡面 自己有公司 我們自己能夠心理結合的 在這個事情上面 達成公司 否則的話 這件事情 你去訴求再多的行政管制 事實上 我覺得 那都是可以被 被要拍的 那再來就是 呼喚政府 那政府的部分是這樣 我們剛剛提到的 第一個 政府有消息的權利 反制斷機制 這我們剛剛談過了 那第二個是 陸資審查權 陸資審查權 我們等一下花點時間講 那下來 政府還有積極的權利 就是說積極的權利是什麼呢 就是我把它叫做 一整套保護多元媒體法 這個政策 我們接下來來談 好 那我們現在先 先講這個 那個 陸資的媒體政策 媒體政策 媒體政策的部分是這樣 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講 政府現在 對於媒體這些事情 介入的工具 是兩個 第一個 是商業性的反股反機制 好 這個其實 這半年一年來談了很多 那 也總結出這個 立法來 我就不再多談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陸資 我們現在對於 大陸媒體的管理 是掐在 資本來源的這個環節上 也就是說今天 如果我認定 當然這個政府的認定 是可送可警 或者是可以不作為的 那 這是另外一個 但是法律上的規定就是 只要你的資金來源是中國大陸 這樣的媒體 我就不決定在台灣發行 那 基本上是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至於這個 你可能要追溯多少 或者是你一次看表面上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也就是說 今天 在 把管制的這個環節 掐在資金來源這件事情上 是不是還是可行 目前我看到的一些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了三個名義 陽光十五 然後 還有這個環球時報 那我 這是我給它的名詞 叫做 我把它叫做台資 然後 老陸資環球時報 它是人民日報旗下的一個副名牌 那 新入資 譬如陽光十五 我把它當作新入資 那 陽光十五底下 類似陽光十五的 譬如說 最近開始在台灣 一部分地方可以買到 像很多商業收看 這個 我們也算是新入資 事實上 它就因為入資的關係 它沒有辦法在台灣 沒有辦法在台灣出版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 你看到這樣的對照 台資老陸資跟新入資的對照 你隱隱約約會發現你的趨勢 什麼樣的趨勢 就是如果我們所要鼓勵的價值 是正確的 多元的 或是中立的 乃至於裡面 不用有償新聞的方式去報導中國 去報導中國新聞 如果我們站在這樣的立場的話 具有入資背景的譬如陽光事務 或者是朋友商業周刊 反而比台資的像這樣的報紙 更能夠呈現多元的中國觀點 而且具有更高的專業性 那 所以 我的問題就是 所以我們講回來 就是說 如果你把管制的那個環節 掐在資金來源的話 那 你就會 你會掐死它 這是我們的政策目的 就是把你掐死 但是你也會掐死它 然後 但是你會讓它大行其道 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這個 政策可能需要 我認為政策可能需要 調整的一個 的一個 的一個點這樣子 就是說 簡單的講 就是說這三種 在 在我認為叫做 新物資的刊物裡面 在中國 事實上還有一些 除了這個 除了本國商業周刊 譬如說 這個 譬如說 三連生活周刊 或者是鳳凰周刊 或者是前一陣子 鬧出大事前的這個 南方 南方中共 南方人物周刊 那 像這樣的周刊 都是 事實上 它的專業程度都遠比 對於中國新聞報導的專業程度 都沒有比中史聯盟要高得多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要怎麼樣 那我覺得 現在的情況是 有一些台資媒體 因為自我譴責 然後因為這個 國台辦的官員很愛跟他們打電話 那使得他們的尺度 越來越接近老物資 也就是他不斷地想趴跑 使得他越來越像 越像老物資 但是 透過新物資的媒體 反而可以對中國有更充分的認識 那 所以我們 要強調一點 就是說 不是來自中國 或者是有黨政背景的媒體 就一定是黨的喉舌 那這是一個 我覺得 大家可以慢慢證實到 一個新的趨勢 那我們要設計 怎麼樣的政策 去匹配這個新的趨勢 那這個是 接下來 那我覺得 現在政府的政策是這樣的 就是說 大陸的媒體到台灣來 你一定要改成三體 你一定要改成三體字 你一定要改成三體字 而且只限四類 四類雜誌 這四類呢 自然動物生態 地底風光 文化藝術 文化藝術 還有修寫娛樂 這四類的雜誌 可以由台灣的雜誌社代理 然後經過你轉成政策寺以後 在台灣印刷出來 那最有名的就是 第一個進來的就是那個讀者 一個寫文藝中刊 就是文藝中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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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新聞實證 新聞實證類 就不在允許的行業裡面 但是我覺得新聞實證的這個項 應該要打開 那打開的方式是 建立一個審查的標準 就是說 這個審查不是審查你單篇新聞的原論 而是審查你的編輯政策 審查你的報導方向 審查你的專業水準 乃至於審查 你是不是經過了中國的嚴格檢查以後 才能夠到台灣 才能夠發行出來 那如果在這四個方面 能夠通過審查的話 我認為讓它進口 在台灣販賣 我認為這個門是可以打開來的 因為它確實有 對於我們了解中國是有幫助的 平衡商業性的電視台 平衡現在的主流媒體 它們能夠起到相當大的作用 我覺得在這種情況底下 就是說我認為到目前為止 不管是陸委會也好 或是文化部也好 我們都沒有看到 他們提出來這樣的東西 就是一個 你能夠創造出一個環境 然後讓這些大陸自由派的媒體 能夠在台灣發聲 乃至於甚至讓他們到台灣來工作 所以我們自己也就有天馬神功效力 譬如說 譬如受到迫害的中國優秀的媒體工作者 並且讓他們可以在台灣繼續工作 這個例子 是在當地的陽光食物的那個長音 他們那個總編輯長音 它後來就是 因為陽光食物它指標的作業是在香港 所以 大陸人現在到香港去 如果你沒有拿到香港成分證的話 那你固定一段時間你就要回中國 然後重新再做一次申請 然後才讓你到香港去 那但是在這個環節裡 如果你是被認定的導亂分子 那我就不發給你證件讓你去香港 然後甚至於逼你離開香港 像昌明就是這個情況 他就後來就被捕到德國去 那我當時就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如果他們能夠到台灣來 或者是如果陽光食物 它整個編輯不到台灣來作業了 就我認為台灣應該有這個環境 讓他們在這裡作業 然後讓他們在這裡作業 然後讓他們在這裡發行 那同時也可以刺激到台灣 我們這邊工作的人 讓你去看到別人是怎麼 別人是怎麼這樣工作的人 那但是我們的政府 似乎也太考慮這件事情了 或者是 中國的實證雜誌 可以有條件在台灣發行 那個審批的標準 審查的標準 我剛剛講的 就甚至 讓中國境內截體版上被槍斃 他們講這個稿子 因為不通過審查 所以太敏感 要是不能跟他們叫做被槍斃 那有沒有這種情況 就是說 同樣的一起刊入 在台灣的話 你會有更多的內容 因為那些被槍斃的稿子 在中國不能發行的 你可以讓它到台灣來發行 然後賣到香港去 買到成品書店去 這樣會不會買 那你在這裡買到的 這個三連生活中刊 你跟它會不一樣的 除了是政治發行以外 還有很多你在境內看不到的內容 哪怕它是同一期 在內存活中刊 那或者是 定定法規要求出版社 在出版品上面標示 我這個出版品 曾經經過中國言論檢查部門的檢查 或刪解 強制在網路上提供原版 和時間版的對照表 那這個事情不是言論檢查 而是我要塑造一個 更開放的一個前進 那這個想法是從哪裡來的 從我自己 我自己是從哪裡來的 是1990年沙漠風暴戰爭的時候 當年CNN的記者 彼得阿奈克到伊拉克裡面去採訪 採訪的時候 他們就碰到了一個新聞人類上的問題 就是說 當你進到伊拉克去採訪的時候 所有你送出來的畫面 都必須要經過伊拉克的檢查 伊拉克政府的檢查 那於是在CNN內部就形成了 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播給讀者看 閱聽人看這個經過審查的東西呢 那但是你不經過審查的畫面就出不來 那你又能夠違法把它夾帶出來 那這會影響到你繼續採訪這個工作 所以他們後來選擇的做法就是明確的標示 就是這些畫面是sensor的 就是經過檢查的 是經過官方檢查的 那至於性與不性 你讀者自己去判斷 而且你可以通過這個標示去想像 這個背後必定有一些是被剪掉的題材 那最近在剛結束的那個香港書展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是 有一個外國學者協定的主張叫做香港前史 在香港書展裡面 香港中華書局的攤位上 擺出了一套香港結史 後來就是因為有好事者去發現 他是用反體字 就是用正理字印刷 因為香港也用正理字 印刷 但是他的內容裡面被篡改 就是裡面有一些 譬如說 香港人普遍不相信北京政治 類似這樣的詞句被修改 那這個被修改之後呢 他不是變成簡體字板在大陸發行 而是他也在香港發行 他也在香港發行 那於是這就讓我 會讓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將來譬如說齊邦遠保持的巨留 或者是龍印海部長大江大海 他在經過 如果他為了要進到中國大陸去 然後他做了一些審查 做了一些檢查 做了一些修改 持續上的修改 然後進到大陸去 當這些版本 又被印回凡里茲 回到台灣來發行 而又不加標示的時候 那會發生什麼後果 就這個是 因為這樣 因為有這個事情 所以 那我覺得 格外覺得說 標示出這個東西 曾經經過中國言論文的檢查 是很重要的 那 這個是我們天馬行中的想法 那我認為政府應該要想到更多 但是我們政府不想這麼多 它是一種 它是一個很失敗主義的 同樣跟剛才的一個報告 文化部下立法院提交的一個公民會的報告 政府對於中國言論檢查的定對是這個樣子 所有經過進入大陸 非大陸拍攝的影片 當然包括了書 什麼也都有 一起規定 都需要經過審批有償 目前尚未有任何國家屬於突破 所以我們沒有一點關係 文化部將利用各種協商談判的機會 持續與陸方商議簡化 或者解除審批行軍 那 講一句話 我覺得這個話 這跟點消費也沒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 在貿易談判裡面 你回去想想看 加持一個貨品貿易談判 我們能談到一個結果就是 對方把所有管制都撤除了 我的貨品完全可以進去了 但我的管制是維持的 我能夠維持我最大的利潤 它的都進不來 或者進來很困難的話 那我有什麼動機要改變呢 那現在的情況事實上就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你去默認了 它內部運作的潛規則的話 那 好 那這兩個市場就這樣對接起來了 那大陸也就在這個項目上得到的最大的利益了 那 請你告訴我 它有什麼利益要改變 它有什麼利益要改變 那你又有什麼籌碼去叫它改變 那 但這個時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這政府 就幾乎到了無計可施的請問 它才會拿出這種無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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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那最簡單的就是說 到底我們要怎麼解決剛才的那個問題 那我覺得最簡單的就是 我就回到自由貿易的這個三段內 所以你不開放 我就不開放 那我不開放是為了給你開放 那如果你開放 我就開放 就簡單講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回到最前面的那個講法 台灣 在特別在這個言論 在文化產品的這個市場裡面 兩邊現在對接的情況是一個大而封閉的市場 跟一個小而開放的市場對接 那在我們現在的政府不斷地告訴我們說應該要接起來 但是我認為 現在我們的做法應該是用各種的方法 先讓它變成一個開放 或是接近開放 或是比較開放的市場 然後才對接起來 那這樣的情況下 接起來才對我們有最大的利益保障 因為對接了之後要助可以自由回動 那否則的話 在它維持現狀 我們很開放的情況之下 那接起來 那事實上 這個好民意先生的擔心 我認為完全是成名的 那大家其實也都談了很多 所以我認為回到那個策略 就是說我們如何把這個談判的多長 我們如何去以多代變 讓我們影響它的這個速度 我們影響它的速度比較慢 如何讓它慢慢的生效 那我認為回到自由貿易的國際 回到自由貿易談判的國際 其實是完全 其實是我認為是完全實用這個模式 那所以 那好 接下來 我再來一點 以公共投網絡機構平衡商業傳媒 那這個部分 好 接下來 大家休息一下看個影片 提醒您 在國際每年64週年 新聞採訪都受到監控 今年內地當局更加提出 在天公園甚至街道上採訪要遇宣申請 否則會依法處理 有傳媒人問,當局批准香港記者駐京報道,駐京意義可在 六四24週年前,直至當日,部分香港駐京記者北京再次被限制合理採訪 究竟是北京公安神經過敏,還是收到上層特別指示,已經不是最重要 反正,六四清晨幾家香港傳媒的駐京記者,連去天安門採訪星期儀式都被阻礙 香港無線電視採訪最前一日,更加未出動,已被阻止外出 今年全干預採訪行動,已嚴重打擊首都和中國森林道塵的形象 往年的六四,新聞採訪監控一樣有,但今年內地當局又再主動出擊 據理解,六月三號,無線的駐京記者和設定師,早上就收到北京公安的電話 請他們見面,作為香港記者當然是心中有數,表明已經令人好忙 對於公安主動要求,親自上來駐京站找他們推賣,誰知公安當日下午仍然不找到上門 公安還要有所準備,不怕香港電視台駐京辦公室,謙宿社有異樣,不肯入家談 要求無法事的記者和設定師,分開在樓下兩間會議室談心 要留意,北京公安今次的重點,是講明為了公共安全 請有關駐京記者以後到黃虎井、牧西地、天安門,甚至家裡採訪都要事先申請 還表明,無預先批准,便會依法處理 意外有境外記者黃虎井,採訪網民一度發起的莫里花革命,都被趕走甚至拉上公安車 新聞畫鏈依然是利益在目,但沒有民眾聚集,未有事發生 住均記者想人多的地方採訪都要申請,還要隨時被剪違法 那麼,當局究竟批准香港人來處境報道,已如何在呢 內地其他省市的執法人員,已用干預香港記者採訪 尚且推說,地方政府自把自為 首都亦是敢踐踏新聞採訪自由,實在是令人分開 作為特區之首的行政長官梁振英,一句話 特區政府不會評論六四字眼,對香港記者在北京 被粗暴採納或採訪,不表態之餘,一句基本關注都沒有 再對他有任何期望,是不是太天真? 我可以啊 那個香港電台的節目 那個香港電台是香港政府公民的電台 那他們有電視部,所以他這個整個節目直播是香港電台的電視部 那他們的電台電視部,就類似我們公司,早年的公司那個概念 就是他自己沒有頻道,所以他是徵用現在有的頻道來播出 就是有一天,你要提供一個鐘頭或兩個鐘頭,這些無限電視台 然後讓他們播這個節目 那這個事情其實,他裡面講的事情是 就是今年六四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事 那這個事情其實,對於媒體人來講 就對我們好新聞來講,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但是,我們似乎從來沒有看過台灣的任何節目 包括公共電視,敢直接把它拿出來看 那香港電台電視部他敢這樣做 原因就是,第一個他是 他們有比原理台灣記者好的這個專業傳統 那第二個就是說,他們裡面,反正我是公務員 那我國家給你不到聯繫的保障 所以他就可以發揮一個角色 就是說,藉著我這個工作上的保障 我去平衡商業電視台裡面,過度 過度,其能侵向中國的一個抱擔 但是在台灣,就我們大家回想 剛剛那個媽祖之光 就是說,他們的公共電視台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的公共電視台在做什麼 就是說,這個公共電視台的問題是環環相扣 也就是說,當我們的商業電視台 因為中國的這個胡蘿蔔不斷地淪陷的時候 那我們最後唯一的期望就是我們的公共的 公共的這個傳媒集團,譬如說中央社 譬如說,這個中央緩和電台 這本來應該是中央緩和電台的本業 然後或者是公共電視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真正在住在中國大陸的只有中央社 而且中央社在採訪這一類的 就是中國的民主運動或是維權的的時候 並沒有太突出的表現 那另外在這個公共電視跟這個央網 根本連出中國的人都沒有 所以我們就撕掉了一個最大的 可以平衡這個新聞環境 提供多元新聞的一個工具 那更不要想說 公司現在就是很恐怖的抵押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適合的情況 比起香港有更加嚴重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面對的比較大的困難 好,那接下來就是說 好,那再來就是說 替這個比較 我們剛剛講的是公民媒體的角色 那再來就是 替比較中立的這個傳媒 你如何政府替他打開這個 打開這個 進入中國採訪 因為對中國的採訪 中國現在對於境外基礎的進入 他還是有許多的限制 有很多人不能進去 那 那怎麼樣打開 就是我們對於這個防禦平台的思考 那防禦平台裡面 我覺得我們談幾件事情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在 我覺得防禦平台 最後我們要談什麼東西 就是說 我們如何在哪一個平台上架起來 防禦措施 那我覺得兩岸的 通過兩岸的協議 其實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但是我們必須要把兩岸協議 那兩岸協議的要價拉到很高很高 那怎麼樣拉到很高很高 這個不是我那個 這個是基層協議 就是基層協議 他們當時在 在 面對這個中國大陸 要談 譬如說要談這個基層覆設 兩岸的媒體機構覆設 常出辦事處 或是談這個 那個文化交流協議的時候 他們曾經提出來一個訴求 就是簽訂兩岸新的自由保障協議 那我認為這個協議 如果能夠 如果能夠落實 或說至少 我們必須像中國這樣拍架 第一個 採訪自由 雙方政府承諾保障 對方基層在各自境內 依照需要自由規劃的人 規劃採訪題材 這個台灣對大陸市的人 幾乎沒有任何的限制 但是我們去的限制很多 人身自由 人身自由的保障 然後第三個 報導自由 雙方政府承諾 對於媒體的報導內容 不要求事先審查 也不以發簽證或上辦公室的許可權利 作為聯論審查的工具 就是說你不要得罪我的 你下一任就不准進來 或你這個人就不准進來 那在這個裡面 事實上台灣記者還面臨了一個 比外國記者更大的威脅就是 台灣記者還有一個罪名刻在頭上就是 分裂國家罪 就是說你去報導的題材 如果實在太過敏感的話 你是可能受到分裂國家罪的追逐的 因為在他的憲法上你是他人 那這個是台灣記者面臨 比西方記者更問題更大的地方 再來就是行動自由 行動自由 一旦兩邊固設常駐機構以後 台灣應該不會排除任何中方媒體機構出台 但是台灣這邊進去的 包括遺傳媒 包括新唐人 包括大紀元 就是有把阿倫敦背景的希望之聲 那這些媒體也 目前為止也沒有辦法進到中國去採訪 那今天你如果要兩岸新聞環境 可以互相開放的話 那這個部分的限制你必須要打開 乃至於外籍媒體的互相流通 也就是說今天譬如說在台灣 有可能因為在台灣並不是有太多新聞的地方 那所以如果說台灣發生什麼新聞的話 我們經常會見到譬如說路透 黃美聯社 從北京調一個攝影記者來支援 從北京調一個聯絲記者來支援 或者是他根本平常不在台灣 住媒體的人 住沒有出在記者的 發生了大事的時候 他根本就是北京上的記者來這邊考慮一下 那我們對於這樣的部分 我們都沒有任何的限制 也就是說今天你在中國外交部註冊 可以在中國境內採訪的記者 那你到台灣來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但是你在台灣政府註冊或者任何的記者 你就沒有辦法自由到中國去採訪 那這個部分 事實上是我們現在對於中國大陸 比較開放的地方 那但是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事實上也可以拿出來看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部分 兩邊記者的行動自由能夠獲得保障的話 台灣就有機會作為一個平台 就是說今天外國比較自由的媒體 如果你得對了中國大陸 然後使得你沒有辦法得到北京的簽證的話 你尚且可以從台北 藉著這個條文的保護 從台灣到中國大陸去採訪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台灣記者就 台灣中華民國 台灣政府 就對於外籍媒體提供了實實在在的這個 變點 提供了這個實實在在的變點 那這個對你台灣的形象絕對是加分的 那只看我們的政府有沒有去遲到這件事情 那再來 好就政府剛剛講的就是這個 在雙方政府合法註冊登記的媒體 就有等同路徑 互相附近採訪的權利 那再來網路自由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網路自由的內容撤除所有檢查 那再來流動自由 就是對於書籍雜誌或銀行出版品 完全監察 那再來 最後 政府支部 就是所有的這個 制度性行銷 就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各級政府不在大陸的媒體上做制度性行銷 那其實你也不要來對我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我們起碼必須要求它做到的幾天 那也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沒有辦法通過這些協議 讓它慢慢的變成一個開放的環境的話 在這種情況下 你去貿然對接起來的話 在我們來看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如果我們認懂現在的問題是這樣的話 那最後的結論就是 現在的這個服務貿易協議 至少關於這個印刷業的部分 那必須要推翻它 那我就用一段話做結論 這個是在討明先生前一陣子發表的一個來編書裡面 這個小魯文化事業的執行長沙爾平講的 我主張在這次協議內容中 關於文化思想的部分 都不應該納入開放 那他是不是一個很封閉的人呢 不是 雖然我們不怕大陸業者競爭 但是牽涉到政治 中國大陸的整個結構是沒有人可以挑戰的 例如大陸對網路的管控 蹭土不讓 卻出現幾率讓政策力量向台灣推進 所以 以兩岸發展來看 民主自由是我們的強項 只有為大陸的同業爭取出版自由 台灣才有機會 那你把出版案的新聞 完全養得到 只有為大陸同業爭取新聞自由 台灣才有機會 所以這次兩岸的出版業者 應該要站在共同的角度 向政府施壓 我們要為大陸的同業發生 就用這句話當中的結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